鹅鹅鹅 趋向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磅子面大波波 有人说这是诗吗 是诗 没错 这是我做的诗 可能您不太了解我 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 英雄和狭义的化身 篡改这些唐诗诵词 天下敌高手 没有我们文豪的这个才华 可是还想学人这些诗 学不地道 弄弄就忘 忘怎么办 自个儿就续一句 您也不跟我上诗语 不过听惯了我这个 您再听他们那个 您就不习惯了 也是跟您闹着玩的 我可能您不是特别熟 我这个人多才多艺 我谦虚点说 我什么都会 可是谦虚点 我前些日子差点 做了一个电影演员 因为什么 总说说我累 往这一站 一段一段这么说 嘴部闲着 我瞧人电影演员不错 演个这个演个那个 多元化 什么都能接受 这多好 挺高兴 打美国来一个 考莱坞电影公司 来这么一人 约我去演一个男一号 给我多少钱呢 好 一千万美金 哼 我去那太多了 我说哪花了这么些 是吧 这么些钱 我先换辆新自行车 打足了气 我蹬着我周游世界去 结果 当时人家给我签合同 拿出一杆派克金笔 还净没水 签完之后 当时先给定金 给了50 不一样 给了多少都有 咱也不懂闹得清 这百分之多 反正给我是给了50 给了50之后 回家安排好了 跟我媳妇也说说 我上美国拍戏去了 完事儿呢 买点米 买点面 买点水疙瘩 没事儿你就吃这个 都弄差不多了 这50就基本上花完了 您可听好了 不是50% 就是50 先给了50块钱 完事儿呢 说是坐飞机走 呼 来了机场 我一瞧这飞机 咱没见过太大了 哼 这不叫宇航员 这叫驾驶员 戴大皮帽子 大眼镜 白线手套 坐稳了吗 我说坐稳了 人家这儿有一根蛇一蹬 飞起来了 飞了一多钟头 又停下来 赶紧下来 怎么呢 得加油 说是这不加油到不了 加了40块钱 那就满了 油箱小 这么着腾来折腾去 折腾到美国 我说演什么 我说演一个反恐的片子 你演一千个死尸之一 我说你别爱骂了 给我车厢回家吧 回来之后琢磨琢磨 还是得说书 不说书不行 你上外国境外国话哪听得懂 还是说点中国话比较好 咱们这个说书啊 一般来讲 都得用普通话来说 当然了 人家到了各地 人家也有方言评书 比如说您到了山东 人家有这个山东方言评书 有几位老贤人说的好 包括什么燕子李三呢 这些书说的 听的是津津有问 尤其当地人一听 方言图语很好听 话说眼子李三点不定要 从上了方来 和当地人听着很亲切 到了四川也是 四川有这个四川方言评书 啊 这个藏匪 拿过来自干枪 练骨子 人听着很亲切 到北京这边 华北地区呢 说评书就得是以普通话为主 第一练好了嘴 第二 又练好了脑子 啊 唐宋元明卿这么多年的故事 你都得烂熟于心 说说了两句就忘 哎呀 您等会儿啊 还得捣摸捣摸 拿我的词我得看看 这不行 这个观众不接受 谁等你捣摸词 是不是 咱们这个书有意思 嗯 为什么说有意思呢 咱们说的是清朝的故事 清朝在北京来说 占了三百多年 老百姓接触的也多 包括到现在 您看电影啊电视 到处都写清朝的故事 可是呢 没有咱们这个说的详细 咱们里边什么和珅啊 刘庸啊 什么这个乾隆啊 啊 力争让您是历历在目 而且来说 咱们有一个特点是别人不具备的 怎么呢 您看电视剧演的皇上演的什么 那都是演员装的 因为那会儿他就照相啊 还没有 录像技术更谈不到 是不是 可是在咱们这来说啊 我不客气说啊 曾经有老人告诉过我 说我长得 说我长得像皇上 真的 我觉得 我不知道 我觉得可能有点像 是吧 因为我自个儿冲镜子一瞧 我啊 长得那么秀气 是不是啊 您没瞧一个皇上吗 哎 就是个我让您知道知道 这皇上长得什么样 好 好 好 反正看我这个估计酷得得有几位 闲话少说 说归正传 为什么说 要塑造一个这个形象呢 因为这个人物啊 他很有喜剧特点 乾隆皇帝区别于别的皇上不一样 别的皇上都是正金为座 您这没瞪着眼 唯独这个皇上 他会开玩笑 你看 就跟这次似的 在金乱殿上 跟刘勇俩人说话 说来说去说到罗郭这儿的 让刘勇啊 狂走两万两银子 皇上心里堵住 他再有钱呢 他也不愿意多花 自个儿一琢磨 一年两万 说十年二十万 他活个百八十年的健康长寿 我这挑肺可就大了 这可不行 这个 想一个什么办法呢 想个主意 把这两万两银子给他K去 罗郭俩字训消 嗯 这个刘勇啊 三朝之后你别走 随朕咱们北海游 臣尊之谨尊亡命 君臣二人 来在了北海 站在太野池边 微风吹来 水泡浪 噗噗噗噗 皇上心说 嘿 这机会可来了 嗯 刘勇啊 真问你句话吧 有这么句话叫 君教臣死 万罪 臣得死 父教子王 子得亡 好 你是忠臣 你是奸臣 臣愿做清官忠臣 好 先如今 姑王给你口指一道 眼前就是太野池 你 跳下去 皇上什么意思啊 你要跳啊 反正你肯定不跳 你要不跳呢 我就说你 哈 你抗旨不遵 罗郭俩字续消 这一年两万两银子我不给了 你要真跳 我赶紧让人捞你 捞上来你还是死不了 你不死 我就说你抗旨不遵 哈 这两万两银子 我左右 反正我是省去了 皇上想平好 臣 遵旨 刘勇答应的干净 遵旨 遵旨 一拖着佛珠 转身 跟太野池 来的池鞭子 可没往下跳 冲着底下 啊 比不过话 就跟说话似的 华纳闷啊 干嘛呢 实际没人啊 这怎么回事 正纳闷的 刘勇回来了 七万岁 臣 要纸 你交什么纸啊你 啊 我不是让你跳吗 万岁 臣 遇见一个人 遇见谁啊 臣遇见 屈原了 你遇见屈原了 是 臣来在太野池边 正要往下跳 屈原出来了 他问我 想当初 我遇见了这昏君宁臣万般无奈 身头蜜罗将死了 现如今 你逢在这盛世遇见民主了 你干嘛要死啊 康熙老佛爷 平定了天下 康乾盛世谁人不知啊 现如今你跟着乾隆老佛爷 应该好好的伺候 你干嘛要死啊 我也挺有道理 所以我才回来问万岁 您是让我活 您是让我死啊 皇上听 那你都活着吧 怎么呢 你要死了我就成了昏君了 心里边堵得哼 明知道他是说瞎话 可也没办法 走吧 咱们乘龙舟到武龙庭判看一看吧 君臣二人乘着龙舟来在了对岸 那武龙庭着 皇上挺高兴 来呀 拿钓干来 朕与爱卿 一同垂钓 说俩人要钓会儿鱼 往这一坐 皇上没耐心玩 钓鱼这个 非得有耐心 往这一坐 拿着杆 别着急 看着飘 皇上不行 皇上等着他 刚下杆 走 还没有啊 走 还没有啊 走 那没个勇啊 再看刘庸这边 喝 一会儿一跳 吵 鲤鱼 吵 草鱼 吵 带鱼 吵 豆翅鱼鱼 怎么这什么都有啊 没有后边两下 就说这意思 一会儿的功夫钓了一大堆 皇上一瞧 嗯 讨厌 啊 我是皇上 我这半天 我连个鱼虫子都没钓上来 嗯 你他钓这么些个 可是不能说 自言自语 说了这么四句话 啊 说的什么呀 说 五龙平盼 水长流 鱼儿好似 画中游 君臣二人同锤钓 震党为何 举空钩 俩人一块钓鱼 你那那么些个 我这怎么就没有呢 这么个意思 刘罗官一听啊 心说 哎呀 你不会 可是不能说 怎么说啊 你笨蛋 啊 你弱智 买吃 你缺心眼啊 这都不能说 说这就完了 还得捧着皇上说 万岁啊 哈哈 万岁之身乃真龙 光照还雨便苍穹 凡雨不敢朝圣驾 因此我主吊干空 哼 这四句捧着皇上高兴 啊 怎么呢 万岁之身乃真龙 您是真龙天子 啊 真龙天子 所以说呢 就小鱼来了 不敢见您啊 所以说您那吊杆 没有啊 不愿您 全是因为您是真龙天子 喝了皇上乐的 哈哈哈哈 乐的皇上鼻灯泡都快出来了 太好了 嗯 爱卿 这句话说的是着实的好 来呀 朕赏你个班纸带 班纸 啊 就是带着大拇指上一种装饰品 早先来说 这是骑马射猎保护手指的一种辅助工具 到后来单纯的作为装饰 这个皇上带的这个价值连城 怎么呢 它是祖母鹿的 啊 暂清碧绿 据说这种东西 哥伦比亚出的是最好 啊 皇上这个呢 简直价值连城啊 这么说吧 打一盆清水 把这个班纸旺里一搁 这盆水全是绿的 说了一声赏 刘勇赶紧就接过来 但是 可不能带 啊 怎么呢 这是乾隆皇上的遗迹 你要一带皇上这就急了 嗯 我手上摘下来 你又戴上了 这是欺君之罪 刘勇想到了 臣其万岁 皇恩浩荡 赏为臣我一个班纸 但是这个班纸 为臣我不能带 哦 你不带啊 可臣要不带 这是抗旨不遵 你带 带了 这说我是有欺君之罪 皇上一听了 两头堵啊 那你的意思怎么着呢 臣 命人快马加鞭 将班纸捧回我的元郡家庆 山东省青州府朱城县刘家庄 供奉在祖先堂上 见此物如见佛主万岁 愿佛主万岁万岁 万万岁 皇上一听 完了 这件东西算完完归他了 好 说得好 两个人绕过了小溪天 来在了万佛楼 还没进门呢 在万佛楼头里 有这么一个大木头桶 里边种的是马连草 皇上乐了 刘爱卿 嗯 这叫什么呀 这是成心 如果说乾隆问完之后 刘庸告诉了 这是马连草 皇上当时就说了 这么大的大臣 这么大的身份 说话跟老百姓一样 出言必俗 行了 也不打你不骂你 罗国俩字取消 两万两银子也不给了 他是这么想的 刘勇想到了 万岁 此乃 一统万年轻 多会说话 既找这谐音 还是句吉兴话 一统万年轻 皇上一听 说得太好了 说话这个档次高 而且寓意我大清江山万年久长 好 说得好 万岁 您赏我点什么呀 夸你好 就得赏 那是君无戏言 我赏什么呀 皇上一想神什么都没带着 又一瞧啊 这穿着一夹袍 来吧 你说这句话说得好 胡王挺高兴 我把这个夹袍赏给你 你接过去吧 刘勇赶紧把这夹袍接过来 接过这个夹袍来不要紧 还是那句话不能自己穿 要送回家 供奉在祖先堂上 什么建国建此物如建国主万岁 也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也没地儿 哎 小马来来来来 哎 就是这会儿剧组没人看见 把这拿家走啊 改装备回去啊 嗯 挺好啊 剧组这东西都这么丢的 哈哈 回过头来 再说乾隆跟刘勇 两个人走进万佛楼 一进万佛楼正迎面 有一尊佛像 什么呀 瞇了佛 哼 大脑袋 大肚子 真喜性 哈 这边写大肚能荣荣天下 能荣之士 开口便笑 笑世间可笑之人 坐这儿挺富裁 乾隆 带着刘勇 站在这儿瞧这佛像 越瞧越高兴 正看着呢 乾隆突然间问了一句 哎 我说 刘爱卿啊 万岁 这个 是谁啊 这是装傻充乐 你说皇上 能不知道这是弥了佛吗 可说就分你怎么回答了 刘勇要是说 这个是大肚子弥了佛 才要了亲兵了 怎么呢 这么大的官 说话这么俗 啊 佛就佛 还大肚子啊 招你招你了 罗公俩字取消 两万两银子 不给了 再法会五千来 皇上这有点狗食 他说这意思 他是这么想的 刘勇多聪明 万岁 此乃 一尊欢喜佛 他话说的有意思 欢喜佛 欢欢喜喜开怀大叫 哦 这是欢喜佛呀 那他为什么冲着真孝呢 刘勇心说冲着你孝 他冲谁都那样啊 可是不能这么说 万岁 此乃佛见佛孝 这话说的有水平啊 啊 佛见佛孝 清朝时候这皇上 都自称自己是老佛爷 嗯 你也是佛 他也是佛 佛见佛啊 大老和 他看见他乐高兴 和 此乃佛见佛孝 呵 皇上高兴了 哈哈 往旁边一扭 那他干嘛 也冲着你孝啊 这皇上多不懂东西啊 这不诚心吗 呃 他 他笑为臣 不修道 话回答的好啊 怎么呢 他笑您啊 您是佛呀 他笑我啊 说我不修道 皇上听 嗯 来你说的好 好您赏我这什么 啊 哦 说好就得赏 是啊 打刚才您不就是夸完之后就赏我吗 有道是君无戏言 哎 我赏你什么呢 皇上一琢磨 这身上还穿着一马褂 八团龙黄马褂 哈 平筋的 断袖 一伸手把这拖下来了 咳咳 你什么 这也没别的 我把这马褂赏给你穿就得了 好 臣谢主龙问 皇上心里比谁都别扭 这怎么话说的啊 我夸他一个好就要东西 明明说我想把这两万两银子要回来 我想把这俩字取消 可现在来说这玩儿 他出出占我的便宜 这可不行 来啊 咱们上楼吃饭吧 君臣二人要上楼吃饭 啊 登登登登登 脉步往楼上就走 一边走着 皇上得在头里边 刘庸在后头 刘庸说了句话 万岁爷上楼 臣念一句吉祥话 愿我主步步登高 啊 说的好 上楼可不是步步登高吗 皇上高兴 哈哈哈哈哈哈 啊 说的太好听了啊 我是步步登高 嗯 不错 站在楼梯口这儿 皇上这脑子子溜转了一下 马上一扭脸儿 冲下走了一步 刘庸 震党刚才上楼的时候 我是步步登高 现如今我下楼 你看我这叫什么呀 刘庸心说这叫什么呀 步步登空 步步磁流 一步步一步啊 这不能说呀 猛然间想起来了 万岁 万岁爷下楼 您是后背道比前背高 皇上还挺高兴 哎呀喝 说的好 其实刘庸啊 这是骂皇上 后背道比前背高 就说你呀 也是罗锅 可皇上没明白 好 说的太好了 万岁 说的好 您赏我点什么 皇上说没事 我赏你点什么呢 皇上低头一看呢 哎 我这还有一小罐 干脆这么着 我把这小罐赏给你得了 一解课一琢磨 还不行 给了你这个 他我就光膀子了就 道迫 oui loops 身体迫 给你们去 对